韩丽目光只是在不停催动血葫芦的女子脸上一扫 马上挪开 又在绿发异族人和艳姓老者二人那边望了一眼 最后目中韩光一催 还是落在了绿发异族人身上 虽然这三人都有恋须顶节修为 但明显艳姓老者气息最弱 血色公装女子最高 而此人修为居中的样子 只要能先击杀了此人 想必三者联手之势立刻就破 心中如此想着 韩丽当即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背后雷鸣声一起 一对晶莹语刺浮现而出 同时身上金光一闪 片片金色灵甲浮现而出 双翅一闪 人就默然化为一道清白玷壶平坑消失 同时韩丽原先足下的那朵青莲 也一下化为了上百道清光 击射而去 化为两波 冲老者和血光中的女子 急射而去 老者和女子一见着剑光 清光蒙蒙 尚未到跟前 破空的剑气声就响彻天空 脸色都为之一变 艳姓老者猛然身形滴溜溜一转 身上一下飞出了一面银盘 一晃之下 幻化成十几面 荧光灿灿下挡住了飞来的青色剑光 血色宫庄少女则一张口 一捧血丝喷出 化为鲜红欲滴的牛毛般戏真 叮叮当当之声大作 戏真也和另外一波剑光交织到了一起 两者撞击之下 爆发出朵朵光滑 如此一来 纵然此女和艳姓老者都临时挡住了青色剑光 但也无法再旁顾其他 绿发异族人一见韩丽在远处消失后 立刻感觉不妙 当即果断的单手一掐绝 尖头一抖 黄芒大放下 一杆黄色铜鸽 一闪浮现而出 而几乎同一时间 他头顶上空 一声晴空霹雳 电光闪动下 一道青色人影浮现而出 只是刨袖一卷 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一踏而出 并往下虚空一拍 指尖处五色光焰狂涌而出 并一闪下 凝结成了一只光蒙蒙的五色大手 狠狠一拍而下 而同一时间 远处光芒大放的须天顶 突然轰隆隆一响 一捧青丝击射而出 但方意飞出顶口 又一闪不见了踪影 绿发一族早就警惕万分 韩丽方意出现的时候 就被其神念扫到了 一见五色大手一拍而下 毫不犹豫一催 刚刚寄出的黄色铜歌 顿时此歌一颤之下 前端爆发出刺目黄芒 漠然化为一道黄红冲天而起 一闪直奔大手一展而去 这件铜歌是绿发一族人 得自上古一记的一剑一宝 不但犀利异常 而且专门擅长破发灭弓 若是碰到普通的玄弓变化 这么一展多半就会立刻见弓 能够一破而开 但这只五色大手可是 含力用五色光焰凝结而成 怎可是一般常见玄弓可比 黄红一展其上 只是让大手表面光焰一晃 才破开表皮一分而已 就一阵无法寸净 而含力目中金光一闪 心中飞快一摔法觉 顿时五色大手体积一丈 五指猛然一合 竟一下把铜歌死死抓住 绿发一足倒吸口凉气 体内法力一转之下 就想施展什么神通出来 可就在这时 附近虚空中波动一起 一捧青丝诡异浮现 只是一闪青丝就顺一般 将绿发一族一下缠了个结结实实 一族人自然大吃一惊 布加斯所下心中猛然一摧法觉 顿时一层绿色火焰从身上浮现而出 腾腾烧起 但是诡异的情形出现了 任凭绿色火焰高涨翻滚 这些青丝却犹如复古之躯 只是灵光闪动不定 却丝毫没有烧断被摧毁之事 空中的寒厉嘴角一丝绩笑泛起 单手一翻轰鸣声一起 一只小鼎浮现而出 竟是远在数十丈外的虚天鼎 被凭空射了过来 他另一只手一抬 手指一弹 当得一声钟鸣般轻响 从顶上悠悠喘出 原本缠在绿发异族人身上的青丝 顿时光芒大放 一根根青丝 一下比先前勒紧了数倍以上 让异族人无法动弹分毫 随着寒厉功力大增 这虚天鼎的威能 也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堪称神妙万分 而同一时间 五色大手也光焰一滚 往下一落 顿时一股庞然俱力凭空出现 一下压在了绿发异族的身躯之上 并发出嘎嘣般的爆响之声 仿佛随时都能将其压得粉身碎骨 这也是此异族修炼功法特殊 本身入身也颇为强横 否则换了另外一名普通存在 身躯早就已经在此距离下崩溃了 不过就这样 绿发异族也满脸鲜红似血 只能眼睁睁的目睹大手结结实实的 拍到了其头颅上 而根本来不及躲避分毫 碰的一身后 一族人头颅仿佛是西瓜般的 被大手一拍而烂 身上青丝一闪崩溃 身躯立刻无声息的翻身栽倒 直往地面落去 但蚕蚀方一下坠不过数丈 一声闷响 一团绿火突然从碎掉的头颅中一冲而出 并一闪之后 漠然在远处消失不见 下一刻 三十余帐外另一处地方 空间波动一起 绿火一下浮现而出 里面隐隐有一小人模样的东西存在 但未等小人再想施法顺移而走 忽然眼前清光一闪 一口数尺长的飞箭 诡异浮现 并一展而下 动作之快 仿佛电光火石一般 小人根本来不及躲避分毫 就一声惨叫被一展两半 就此化为点点绿光消失 韩丽在远处单手一招 飞箭一下击射而回 并一闪没入身躯中 做完这一切后 他目光一转 冷冷看向远处的血色公装女子和艳姓老者 脸上遍布煞气 艳姓老者和女子二人被刚才一阵狂躬 有些手忙脚乱 但韩丽一个照面就轻易斩杀一名和他们同结存在的一幕 自然都看在了眼中 二人心中一沉 不禁互望了一眼 均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浓浓的京剧 韩丽双目一眯 手中小鼎一动 又要有所行动 远处天空漠然传来 阵阵牛般俱吼 轰隆隆不断 阵耳欲聋 此地三人都是为之以正 齐往远处天空一扫而去 只见远处原本交织一起的黑水火云 此刻竟界限分明一分两半 并向他们这里气势汹汹地滚滚而来 黑水波浪滔天 火云赤焰汹涌 见此惊人天象 不光是韩丽 燕姓老者和血光中的女子也是神色微微一变 不过韩丽二话不说 手中小鼎一晃消失 随后两手掐掘 冲老者和女子方向各自凝移一点 血光女子方向一身闷哼 银色火鸟体表灵光一阵流转 突然爆裂而开 化为朵朵银焰一下凭空消散 而燕姓老者头顶处 正压着乳白色云团一点点的降落在黑色山峰 一晃之下也幻影般消失了 下一刻 韩丽身前银黑两团一芒一闪 黑色小山和银色火鸟都化为 迷你大小的浮现而出 被刨袖一卷之下 立刻不见了踪影 原本和燕姓老者二人 法宝交织一起的百鱼道青色见光 也一声清明之下 向后击射撤走 这件虚空中闪闪下 这些飞剑瞬间就回到了韩丽身边 并化为了小鱼般大小 没入其身躯中 甚至连内口因为失去了主人 漂浮在半空中一动不动的黄色小顶 也被一抓射到了手中 韩丽将漫天宝物收了个干干净净后 背后双翠衣衫 立刻化为一道青白电弧弹射出去 几个闪动间就在天边尽头处消失的无影无踪 远处只剩下艳性老者和血光中女子二人面面相去 二者见韩丽先前击杀绿发异族人的手段后 果然大为忌惮 不敢再冒失地追下去 宝物虽好 也要有人有性命来拿才行 不过老者和女子借俱地互忘了一眼 又瞅了瞅远处气势汹汹而来的黑水和火云后 表现得又截然不同 女子身处血光中一动不动 似乎对远处异想视若无睹 而老者则脸色一沉 忽然一点空中白云状的法宝 此法宝一颤之下化为一片白亮霞光 将其一卷而起 向另一方向破空而去 顿速之快竟不比动用了雷顿速的含力落后多少的样子 如此一来 此地只剩下了血色工装女子一人 她戴眉紧皱 盯着远处飞驰而来的火云黑水沉吟不语 结果片刻后 空中火光黑水在轰隆的巨响下 几乎同时滚滚而至 并在女子上空一顿 默然停了下来 血英你这丫头 那指线可是落到你手中了 火云中一阵翻滚 突然出现了十余杖的东西 正是那只巨哈硕大的头颅 正是这时的死魔兽 肌肤赤红四血 双目紧闭 脑门中间多出了一颗灰蒙蒙的拳头大圆珠 闪动着诡异的光芒 铁伯父真是说笑了 侄女身上有没有那支仙 你还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 我若真得到此灵物的话 早就逃这夭夭了 哪儿还会在此静候伯父的 哼 你这丫头和那血壁老儿一样 看似忠厚内心狡诈之人 老夫若不问你一句 又怎么能放心离去 但你若是骗我 应该这倒是什么后果吧 好了 哪有这般多废话 还是赶紧去追那知仙要紧 你可是答应我的 若是助你将这东西夺下 你就会给我那里水珠的 摩啊 你不过是刚刚晋节圣节 连晋节都还未稳固几分 说话最好客气一些 否则即使继父在此 我只是一句话神 也足以将你打落回原形 是吗 我倒想试试 你现在是否有这般大神通 巨哈一听此言 脸色一变 眉宇间那颗灰色珠子一闪 附近火云一下熊熊高涨起来 对面摩饿则嘴巴一张 周围黑水立刻狂涌澎湃 二者似乎一言不合 又要大打出手的样子 算了 看在你当年主人的份上 我也不和你斤斤计较 只要得到那知仙 自然会将离水珠交给你 你总不会不信老夫吧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我们圣族中的圣节存在 廖翔也不会食言的 我们追下去吧 不过那知仙既然不在眼下丫头身上 那就在逃走的外来人身上 要不要问一下这个小丫头啊 问她 虽然她身上并没有知仙 但你以为她和血碧会希望 那东西落在老夫手上吗 反正不过是两人而已 你我分开行动一人追一个就是 这样也绝对不会有漏网之余 哈哈哈哈 好 就这么吧 我先去追那边的一人 若是得到了知仙 自会回到此地与你交换离水珠的 摩噩哈哈大笑一声 头颅一动 立刻缩回了黑水之中 随即轰隆隆之声再起 漫天黑水一卷之下 向艳星老者逃走的另一方向一追而去 火云中 巨哈同样是不在言语 附近火云一卷之下 向另一边天空滚滚而去 那正是寒厉飞走的方向 转眼间 四处空间 只剩下神色阴晴不定的血色工装女子 她目睹火云和黑水一闪 也在天边尽头消失不见 才忽然苦笑了一声 真没想到 这条魔鳄竟然也进些圣街了 如此的话 此事倒是应该快些禀告父亲了 至于那个知仙 只希望姓韩的外来人 正能带着此灵物逃掉 一字语完后 此女血光一起却化为一道 血红一闪飞射而走 数千里外的地方 韩力在雷鸣声中化为电弧弹射顿走 在其余百里厚的地方 其隆隆之声不绝 半边天空都被火红之色染红 一片火云向她紧追而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